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承担大部分照顾责任 防疫期间更可能加重女性照顾居家隔离者或小孩的工作 她向女性表达感谢 苏贞昌上午透过新闻稿 向所有坚守社会各岗位的女性表达感谢 她表示 国内现在正值严密防疫工作期间 特别感谢女性在职场 家庭中对健康及医疗等相关照顾工作付出的辛劳及贡献 并祝全国女性同胞父女节快乐 健康平安 苏贞昌指出 每个家庭成员都应一同肩负起家中的照顾工作 但女性常因社会传统观念 在扮演母亲 媳妇及女儿的角色时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 防疫期间更可能加重女性照顾居家隔离者或小孩的工作 苏贞昌说 此外 女性在职场上的参与投入支撑着各行业的发展 尤其在医疗领域的护理人员 治疗师 照顾服务员及药师等人力 仍以女性为多数 他们是面对这场疫情战役的第一线人员 也是健康的守门员 应对他们表达感谢之意 他表示 因应疫情的变化 政府同步协调国内业者增加防护医 隔离医产能 为医护人员提供保护并研议相关补贴措施 以作为防疫人员最强而有力的后盾 苏贞昌表示 近年女性在参与职场及决策层级比例已有明显提升 但仍期许行政院所属个机关 针对处于不利处境的妇女朋友 规划权益精进措施 并强化女性陪力工作 希望借此缩减性别落差 确保不同性别者在各领域都平等享有参与社会 公共事务及取得资源的机会 使台湾最终能达到落实实质性别平等的友善社会 并发挥区域影响力 共同提升亚洲地区性别平权 将台湾经验传播至世界各国 行政院性别平等处指出 女力的崛起及优秀表现已在社会上各领域展露头角 如第十届立法委员女性立委占立法院总席次的41.59% 参照国际组织各国议会联盟的统计数据 女性国会议员比例已是亚洲之冠 全球排名第16名 名次已超越男女平权普及的瑞士 女性国会议员比例已是亚洲之冠